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除了决定深化上海自贸区过大方案外 也通过福建 广东 天津等三个自贸区方案 一般预期渴望在近日上路 此外上海 天津 福建 广东四个自贸区 未来会统一试用2015版的负面清单 福建 天津与广东自贸区上路后会产生哪些效益跟影响 而面对福建自贸区的设立 台湾又该如何因应呢 需要一提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国立评农大学副教授郑博文 郑老师我们观察分析 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 晚安 郑老师您可以先跟天津朋友概略说明一下 中国大陆在天津 广东 还有福建设立自贸区 主要策略跟布局何在呢 我想中国大陆这一次再度的再增加三个自由贸易区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看它也是它的整个商业布局 那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自贸区都是跟上海一样 都是在沿海 那天津 那我们可以看到天津最主要是针对东北亚这个地区 那在福建这一块当然是针对我们台湾 那广东这边来讲是针对香港以及跟东协私果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在整个战略布局来讲 其实它不是单单只是为了这个单纯的一个开放 它其实还有带有它的一个战略存在 那您刚刚讲说不单纯是为了开放 那您觉得大陆在设立自贸区 对他们自己本身的经济体制跟国际接轨上面会产生哪些的效益呢 他们最主要来讲 我的观察就是最主要是说 目前美国的TPP也好 或者是说美国跟欧盟这边的TIPP也好 这两个大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来讲 其实美国跟欧盟的这个中国大陆是当然是没有办法参与 可是TPP是中国大陆是可以参与的 那TTPP来讲目前来讲 12个国家目前当然他们现在是没有让中国大陆参加 可是中国大陆就会针对这个TPP里头有一些游戏规则 它可能可以尽早把它来来自由贸易区来做某些个实验 然后来加速自己 未来就可以马上可以参加TPP的整个活动 然后来扩大自己的经贸版图 是所以就是为未来跟国际化来接轨做一些准备 对 老师那您刚刚讲到他们也为了这个一带一路 那您觉得他们在这些自贸区 他怎么样会透过一带一路 让他整体的经济能够带动起来 因为目前我看到的资料来讲 就是说目前开放 这包括上海这四个来讲都在沿海地带 那今年他们现在又在开始在开放要申请这个自由贸易区的案子了 那目前大概听说是有十个省市表达说要参加 那这十个省市就我的理解大概就是属于内陆的 包括西安重庆成都这些 那这些来讲就是属于所谓的一带的这个城市 那这一带的城市我估计来讲 大概他就会用所谓的空港的概念去做这个自由贸易区 然后用空港或者是说空港跟他的这个高铁车站的特区 来做他的整个未来自由贸易区划定的地方 那他就可以透过铁路以及航空 把他们重要的物质输送出去 或者是说借由这些高铁或者是这个航空 把国外的物资输进来 所以这是整体的一个规划跟布局 好老师我们再另外看到就是说 中国大陆在这四个自贸区部分呢 他们未来也会统一使用2015版的负面清单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地方 我们可以先看2013年他们公布的这个负面的清单就是 190项不能做的 那到2014年版的话就会变成139项 那你就看减掉了51项 可是最近你可以看到上海市市长杨雄先生的报告 还记得说这个139项那个单子 列下来还是很长 他们还希望更短一点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说 他们也觉得还是太多了 想进一步再继续的开放 让这个负面的清单更少 那比如说像这个福建 福建最近他们的福建旅游局就说 他们会允许这个台商到中国大陆去厦门地区 去设合资的旅游事业 原来是我们自由贸易协议里头有的项目 那他们现在进一步要把它开放 到这个厦门这个自由贸易区来做 那可能就是说 当然这三个新的自由贸易区 会参照未来要公布的2015年 可能会做一些增减 来凸显出各个自由贸易区的一些特色 老师就说他的负面清单到时候 会减少多少的话 也可以是他决定对外开放的一个程度 我相信他因为你可以看 190减掉51项 那今年我看至少减个50项以上 应该是跑不掉 尤其是金融的部分 可能会进一步的开放 因为随着说这个广州这一块来讲 因为它最主要是对香港 那香港的金融自由化这一块来讲 是其实是广东可以去做对接的 那我想进一步来讲 可能在金融这一部分 他们会做更大的开放 因为目前香港跟上海的赴港通 也基本上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那我估计可能金融保险 还有这个就等于广义的金融这一块 可能未来会进一步再做更细致的开放 是老师呢我们在看这个三个自贸区中 离台湾最近的福建自贸区 老师您可以帮我们先概略说明一下说 这次福建自贸区主要规划内容 有哪些地方是突破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我们是可以从上海的经验来看 就是说因为前一阵子 我有到福建去看了一下 那基本上福建这边他们基本上的规划是说 上海目前既有的他们福建都会做开放 那可能开放的幅度还会超过上海 尤其针对台湾的部分 他们也很明白的表示 那个福建自由贸易区能够入选在第二波 就是因为台湾的关系 因为这一块来讲 所以他们这次目前规划的四个地区来讲 都是与台湾非常息息紧密相关的 包括厦门福州跟全州这三个市 那另外一个就是最早开放 做两岸交流的平潭实验区 那这现在就是这四个地区来讲 就变成构成所谓的福建自贸区的主要核心内容 那大概各个还是有一些区隔 就是说厦门可能在旅游 或者是金融 那福州可能会做大概比较文创这一部分 那全州听说是要做规划 做所谓的生产福业这一部分 那平潭大概就是针对我们农产的 这个运输这一块 农营木这个贸易这一块的输入的东西 去做进一步的开放 是老师那中国大陆在福建这地方 设一个自贸区有这样的一些规划 那你觉得我们台湾怎么样来因应呢 我是觉得我们大概就也就是说你要借力使力 就是说你针对他们的给我们的有哪些的优惑的措施 那你就评估自己的这个布局 比如说如果你觉得现在你想要在台湾投资一个新设一个共产 那现在在台湾找不到地 那如果福建的自贸区他们那边有 那你就可以考量你到底要不要去那边重新的来布局设厂 运用当地的一些优势配合将来他们的一带一路的一个战略 你就可以把你自己生产的产品送到这个中亚也好 或是沿着海路送到东南亚这些国家 这也是一种所谓的全球化生产网络的建构的一个必要的途径 你就不要去拘泥说我亏的要在台湾生产 因为在未来来讲是整个是世界 大家要懂得做所谓的生产网络的布局 那最后请教您就是说大陆现在还在十二五规划期间 那十三五规划即将推出 那您觉得在配合他们推动的这一带一路策略 还有这些自贸区的策略 你觉得台商在哪些部分要关注可以掌握一些商机呢 我想我们台商来讲最重要 我是觉得说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到中国大陆去划算 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借力实力的话 那我们应该要更重视积极的去了解 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要做什么 那他们的资讯其实都有一些都是公布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的 比如说目前他们正在进行十三五的一些规划案 各个省市还有中央政府都有在做 那现在做的大概只是说他们要做哪些项目 那你其实可以从这些项目去找十二五的东西 比如说他们的先进制造业的一个规划 那十三五有提到这些东西 其实在十二五也有一些省市 他们也有在提十二五的一些先进制造业的规划 或者是现代服务业的规划 那你基本上他们的这个规划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程序 十二五十三五基本上还是程序十二五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从十二五的资讯去推敲 十三五他们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内容 可能有些东西是你过去没有注意到 那你可以从他们的资料来研读 或许你就可以找到你的机会 所以详细研究掌握商机 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国立屏东大学的副教授 郑伯文郑老师 针对中国大陆福建天津广告自贸区 通过上路之会成哪些效果跟影响 还有面对福建自贸区设立 台湾该如何因我们做详细的观察分析 非常谢谢郑老师接受访问 谢谢您 谢谢各位听众